好壯觀喔 哇這畫面好美喔 嗨我是Alan 嗨我是Amber 又來到 你也能到的一日秘境 我們今天很難得的出現在台北喔 這裡是大家和平公園 大家的和平公園 對這裡充滿了 你跟玻妞的回憶 我跟玻妞的回憶 因為玻妞在這裡長大 這邊就是她的後花園啊 大家不知道大了上千坨石了 一早從南部沙上來以後 我們現在又要去尋找 我沒有看過的東西 今天不管是車路還是我要去住的地方 甚至是我們最後的目的地都是沒有去過的 我滿喜歡拍這種片的啦 就是去挑戰一下 所以我們兩個都沒去過 廢話不多說我們就準備出發 今天呢一樣是借車圓夢 你幫我拿一下 很早以前就想要摸它了 摸到了 這藍色好漂亮喔 平常我們也是有開一台古特的車馬 消費 就來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走吧 好 我們直接去宜蘭吃個在地小吃 好 直接去 Go 我為什麼上個國道 不是要這麼大一下的圈啊 還有99秒的紅綠燈 我到的地方都天黑了 這就是台北嗎 目前開下來覺得怎麼樣 滿有力的 欸 方向盤 滿順手的 我等一下上國道有一個挑戰 到的時候再跟你們講 欸 這樣完全看不到我的手機在哪裡 你手機太黑了啦 它這有在充電 有 它有在充電 來 趁這個塞車的時候調一下座椅 你那邊有電動座椅真棒 現在我們已經上了國五了 低速公路 好久喔 假日低速 週六真的是滿恐怖的 剛剛從3號再轉過來 路上我已經稍微摸透了它的 自動更車輔助駕駛系統 所以其實現在走走聽聽 我是沒有踩任何的踏板 那我準備執行一項計畫 就是到我下降落道的時候 盡量不要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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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踩 還是得注意安全 所以腳還是會 在安全的情況下不要踩 這自動更車 我覺得在雜道的時候 跟山路不要用 一般的高速公路 長距離這樣用就好了 喔喔喔喔 喔 它剛剛幫我這個煞車 OK的 雪碎雞 到了 往南移動 快完成了 快完成了 下交流道 下交流道 來一下煞車 結束 國道上面有不同的速限的時候 它這個IACC就會自動偵測 可以幫你變速限 所以我也不用調整 餓了沒 超餓的 真的假的 我要去找一間老店 我昨天找到2點半 真的啊 YES 我們在圓山 來吃魚丸米粉 宜蘭這米粉是粗的耶 進去吃看看 吃飯囉 宜蘭不只米粉不一樣 油豆腐也長不一樣 裡面是很嫩 軟軟味 這油豆腐好愛 我也是喜歡 好吃 滿足 雖然我沒有吃過其他煎了 但是這個口味我可以 乾淨清爽 不會太油膩 但是 Ambel還有很想吃的東西 我們就直接下一站 走 每次來都要吃 走 中間餅 你這小豬宅 剛剛那個還吃不夠 不夠啊 你挑小碗 你進來 不能錯過 太好吃了 休息 後面是要往離山的方向 剛剛經過宜蘭的幾個市區的時候 我開了那個節能模式 我本來想說 切過去可能很無聊 節能嘛 縫硬的你知道嗎 結果切過去我發現 欸有好處耶 這台車原本250匹馬力 它的油門很靈敏 煞車也很靈敏 走走停停的時候 就會不舒服 尤其身邊有在長輩 跟小朋友的時候 除非你花很大的力氣 去控制你的腳 像Ambel也是非常討厭人家 開車 肯前後搖晃 對 你開車 嚇重一點就會變這樣 對對對 我有時候就會被罵 對 我已經被罵很多 開了節能以後 這台車 就不會有這事情發生了 就是整個很平穩很舒服的 接下來我們要往離山 總要開兩個小時 我們都沒有開過 應該會是一段山路嘛 要到海拔很高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試試看 運動模式 送車吧 12.3吋螢幕 我幫你調喔 我覺得蠻帥的 運動模式 全紅 喔 整個紅的啦 走吧 走吧 快翻了啦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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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就不一樣了 油門跟剛剛完全不一樣 讓我覺得 我很像在看F1賽車 剛剛一樣都是這個速度 可是找完的時候就 不太安心 不太OK 唉唷 唉唷 一敗 好給力喔 哇 好漂亮喔 哇 哇 好漂亮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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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拿拖鞋 蛤 你有看過射界嗎 有 你要幹嘛 你有事嗎 我剛剛跳得很完美 魚躍龍門 到達梨山啦 這邊好漂亮喔 一層一層的 梨山看出去怎麼這麼漂亮啊 梨山賓館 台灣三大供電式建築 三個都是同一個設計師 圓山圓山梨山 我沒有住那邊 這裡有很多接待家庭 我選了一個我覺得 咦看起來很乾淨 老闆對整潔的要求 蠻到位的 來你看一下十五十六度 你還下半身是夏天喔 十七度 好少數的溫度啊 我覺得今天過了好久 很難想像我昨天還在高雄睡覺 一大早衝去台北接車 去宜蘭吃飯 現在我居然在台中接近南床 這個台灣已經跑了四分之三圈了 車子還OK啦 不錯耶 雲文雲舞來行動看 那我再講一個 文武雙拳 我們就一樣 就是你想要熱血一下的時候 挑到運動 衣表板子變紅色的框 配上那個車封線 戰鬥感 有power 對 牙人 想要封印一點實力的時候 家裡有長輩或是小孩要載 或是要載ample 就可以把它調成節能模式 就是不會有那種加速放油的那種頓挫感 還不錯 明天一大早 我們就要去找我們的國寶魚 希望可以找到 不知道 從來沒有看過 在課本上看過而已 找到一絲一回事 能不能下去看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吸水一定很冷 一定很刺 怎麼辦啊 好 好 冷吃火鍋 喔好吃啦 我真的是做功課天王 天王 做功課劉德華 我們沒有時間找 只是來的時候 才稍微看一下 比較完美 看一下店名 這個蛋炒飯大概是吃過前兩名 畢竟媽媽做的還是分量比較高一點 愛的分量 不中鹹 不油 但是有味道 民宿老闆說 帶我們看星星 夜晚出任務 等要關掉才能看星星 所以買月的時候啊 月亮很亮的時候 今天就亮亮了 我們不要開店 突然多在 突然變成一整桌 補充一點體力 明天才回去寄康山 早安 早安 現在要從離山前往 可歡溪步道 還要走 地形產業的道路 這路 就是出了命的 而不是很好改 那在山上有些地方 比較陰濕啊 所以我就開了它那個防滑模式 那在這些比較濕滑 或者是有草的地方 就提升它有控制力 它會減少這個起步的動能 開起來比較安心啊 在比較沒有把握的地方 像剛剛好幾個灣 沒有太陽曬到的地方 都是滿濕的 有一個大水坑 好 我們到和歡溪步道的入口 要去尋找我們這一次的目的 國寶魚 文化鉤很貴齁 車子就停在這個 大家叫圓環啊 它其實就是一個土堆啊 這一條 就是和歡溪步道啦 外套好像很保暖耶 對啊就是滑雪穿的外套 欸你好像皮膚很保暖耶 就不用穿別的衣服 就是滑雪用的皮膚 一開始有一個小陡坡 爛泥巴 車子來了 要帶我們 喔好滑喔 這泥巴 3.7公里 好 3.7還好啦 13.7吧 3.7了 13.7我趕快也來 一個岔路 這邊很陡 不是那邊 我們要走平一點的地方 遇到一個岔路 要走這邊喔 草比較少 是一個斜坡啊 喔唷 這個那個小朋友 欸好厲害喔 哇一個大斜坡 好斜啊 而且還有石頭 走了18分鐘 還是水塔吧 繼續走 走進來25分鐘 遇到這個有鐵棚的 欸剛剛那台車欸 他們怎麼沒載我們來這裡 鐵棚建築物之前 都是走在林間小路 現在開始有點陽光了 倒掉了巨木 欸你在他旁邊顯得好渺小喔 真的很大耶 怎麼會倒的呢 哇嗚 這邊 前面那是 我剛以為是地基 那是一個三角錐 哇前面路也太爛了吧 欸你要小心你走這邊啊 路也太美了吧 對啊 是活化嗎 沒有啊開心嗎 開心 我根本就是在森林裡的孩子 喔 我覺得這個轉換過去就開了 現在大概走了30分鐘 好美喔真的 隨便一顆都好像神木喔 我姓童啦 神木與童 那你去站那邊 神木與童 忘記祈禱了 我們中途祈禱一下 都快要走到了才在祈禱 忘記了 好祈禱祈禱 今天來河歡西步道 希望我們路途平安 我們不會打擾太久 希望現在可以看到櫻花溝文貴旅途平安 以上です 喔 你是不是沒有前程 什麼沒有前程 我對你前程 打開眼睛 為什麼你眼睛也是開的 哪有啊 我明明就閉了很久 回去看螢幕 這一二三四五五三三五五 выд 然後想去 最近的i哥 開車閉廳 等一下回去用SKip Después開車閉廳 放到這首歌 ş電子板 這邊有一種王者之座的感覺 走這個路真的很爽 很平 很好走 很棒 過剛剛那個鐵篷建築物以後 就沒什麼威脅了 就是一直看美景 一直走 聽到吸水聲越來越近 舒服 很像在看電台灣 看到的美景 哇 這邊大滑坡 喔 這一潭大 這裡有繩子跟路啦 這裡可以下到那一潭 我已經看得到櫻花溝很貴 那水太輕了 喔 輕的水 他們很大隻耶 很大隻耶 30公分有喔 等一下看有沒有其他地方更清楚 欸 這邊好近喔 這邊有一個路耶 就是那個啊 喔 好漂亮喔 這個就是了吧 對啊 它背上有點啊 是它啊 很多隻啊 這個水超輕 我好像在一個壓克力上面看你喔 超級透明的 欸 你好 我們大概走了一個小時15分鐘 到這個藍沙坝 欸 走到終點了 那裡有一條繩子 就是要上荷歡西峰的路 上面有一個荷歡山西峰 一般去爬荷歡山西峰都是上荷歡北峰 在手七上八下 就是會上上下下走到西峰 其實蠻累的 然後有些人就會選擇這一條路 走 荷歡西 上 荷歡西 剛才你們有沒有發現 下面有一個深藍色的潭 不過有一個落差 不知道下不下去 哇 大家看看藍寶石 好美喔 不要推我喔 喔 太好了 那邊比較簡單 喔 一個小落差 好大落差喔 好吃喔 傻眼 你看那個藍 好髒 好髒 在藍沙坝之前大概一百公尺這一潭算是最大的 也最多人下來的 這裡有一條路 大家都在這邊 你有看我們頻道嗎 有 真的喔 穿個鏡頭 他 有一個大特寫 大特寫 大特寫 你看還有這一鍋 多棒啊 這次要帶回去囉 好喔 OK 掰掰 看見車子總是美麗 每次行程完就最想上車是不是 全景天窗 超大便的 剛剛說要給大家聽那個 來喔 來喔 跟著跳喔 跟著跳 是盒子 這就是這一次金曲獎最大的贏家 阿炮 母親的舌頭 裡面我最喜歡這首歌 影響很不錯 中音低音中低音中低音中低音 我剛剛有講了嗎 還有高音總共10顆喇叭 厲害吧 可惜不能播整首給大家聽 我們視聽覺得很不錯喔 我讓腳放鬆一下 終於到住的地方了 從離山下來宜蘭住 這一次的旅程滿豐富 滿開心的 一路上 東西都是自己找的 住的啊 吃的啊 行程上全部都自己找的 這兩天好像都沒有被雷到 很舒服 我們昨天又吃了一個 自己覺得很好吃的晚餐 去IG看好了 我們就不特別拍了 好吃到還拿包回來當宵夜 我們不是有上去看星星嗎 開了一段晚上的山路 那個頭燈 就是我往那邊轉 它就會往那邊騙 讓我看到出彎之後那一邊的情況 天太暗了 它就自動偵測 可以開大燈 如果對象來車 或者是路燈突然變亮了 它又自動把大燈關掉 我整段山路我都沒有去 調整我的那個燈 然後它自動會幫我開大燈 這樣 就很感謝這兩天以來 遇到的 種種 吃的 這些民宿的 老闆的我們都很好 也很開心接到這一台車 真的讓這兩天的行程 非常的滿意 非常舒適 好啦就這樣啦 我要回去剪片了 掰掰 好 掰掰 我跟妳講兩個 妳一定有感覺的東西 欸 它那個門 怎樣 妳怎麼用力關 然後它都幾次這樣 啪 對 對 它不會讓妳感覺被甩門 這樣 啪的感覺 聲音有差耶 聲音差很多 啊 我每次都 會叫別人關小力一點 啊像這次庫乾 你用力關 也沒關係 它很 它很優雅 不要講完大家回去 我在那邊 還有另外一個 妳應該也會很有感的 就是它的那個 腳踏墊 腳踏墊 欸很好拔耶 對啊 因為我們區域戶啊 有時候腳上有草啊 塗 然後會弄到腳踏墊 它需要常常拔起來清 啊我那個腳踏墊 它拔起來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為它魔鬼沾黏得非常緊 對 就是妳要 拔起來妳可能頭會撞到上面的 可能撞到A柱還是什麼的 啊我們昨天拔那個 它好好拔喔 很好拔 然後 但是黏下去又黏得緊 對 很像靜電還是什麼的 蛤 蠻酷的啦 這是一些 看到一些東西 這裡是指封平台 咧 上面還有啊 下面是別的平台啊 這應該就真的封了吧 封葉不就是長這樣 來一首跟封有關的歌吧 又往後拉 欸 音很高啊 像思念 關掉囉 像思念喔 不是像思念喔 不是像思念喔 不是城市念的思念喔 不是城市念的思念喔 沒catch到啦 沒catch到啦